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九卿 你真贱 让你这个被四皇子退婚的丑八怪替我嫁给肖王 是你的福气 你居然敢投还和其他的男人鬼混 爹 别叫我爹 我没有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儿 老爷 不要 瞧瞧她那衣不避体的样子 老爷 趁这件事情还没有闹大 早点把她嫁入肖王府 不要老爷 那小王财力无道 不知道害死多少人 如今又成了反费 千万家过去 只怕会没得这么臣 肾上次婚 谁敢不从 凤九卿贱命一条 嫁过去 若是能拯救我整个丞相府 也算是废无匿用 就是啊 老爷 实现 若是这件事情传了出去 只怕是整个丞相府都要跟着倒霉呀 老爷 不要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你 老爷 我求求你了 晖其东西 竟敢在我妹前支持花角 把她给我带出去 和你打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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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求求你放了母亲 放了爹 你要想你母亲过得好 你就乖乖嫁去笑 好 求求你放了我母亲 你们两个最后我都答应 没想到 我这二十一世纪的神衣 居然意外穿越了 还遇到了如此歹毒的一家人 还有那个男人 姑奶你放心 这个丑 姑奶奶我替你放 外面怎么回事 有官兵在追查逃犯 小姐别担心 王府的马车他们不敢为难的 哎呀小姐别看了 当心虫状着晦气 快点处理好吧 谁 别动 我的刀可不认 你不能杀我 凭什么 凭我是萧王妃 你就是萧王妃 不错 萧王的性格 整个大魏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你敢伤我疯好 绝对不可能活着走出大魏京都 就算你是萧王妃 这年头死的萧王妃 没有两位数 也有一只手那么多 你凭什么认为 自己会是个一般 萧王这个死扎人 去那么多老婆都死了 她是个什么鬼东西 不错 我是不算意外 但堂堂萧王妃 光天化日 在大婚之日被杀 你觉得以萧王的性格 她会善罢干凶吗 有点 陪你看日常借借 陪你看草海边 你做什么 自然是看看你这位萧王妃 尊容 放肆 你信不信我现在大喊一声 关门就会将这堵得水泄不透 那又如何 我我若被抓 你萧王妃窝藏逃犯 又能跑得了好 怕什么 大不了鱼死网破 一条命而已 我还没那么看重 菩萨保佑 父子保佑 三亲保佑 面前这个家伙 一定要忌惮一点 想死 兄弟 我们凭水相逢 我这也算救了你一命 外面现在已经平息了 你要是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好一个萧王妃 我们日后还会想见 别了 过了近日 再也别见 那 他妈的 什么破骨带 这么危险 小姐 你怎么样 没事 出发吧 出发吧 还好 只是中毒 我先暂且压制 等之后五十间 再将毒素全够清除 小王府到 小姐该下轿了 终于到了 即时快到了 怎么不见王爷 王爷身体有样 特派此物 与王妃拜堂 这大婚之日 王爷不派人接行也就算了 居然派一只鸡来和王妃拜堂 这也不是羞辱人吗 你们知道什么 这王妃啊 是大威赫赫有名的丑发怪 还是被四皇子退过亲的 就是 要不是圣上赐婚 能轮到她坐着萧王妃 不过今日之后 这萧王妃 怕是要成为前天下的笑柄了 鸡拜堂 即时已到 王妃该拜堂了 什么意思 让我和一只鸡成宿 王妃盛严 这代表的是王爷 代表王爷又怎么了 我不拜 入了萧王府 那可由不得你 来人 此后王妃拜堂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你们这是绑下 王妃你这是 想羞辱我 好 这一回老娘不见了 我现在都打了这一句 最好 不要 小姐快点跪下 我也要 这可是太后一只不跪的 快稍被砍头的 这么坑天 自有白事晚晚 聪慧实体 知书达礼 怀景卧宇 与萧王天作之河 特赐以嫡嫁之资 入萧王府为悲 以事褒奖 倾此 谢太后恩典 迎白事入府 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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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拔 《紫帮宣布 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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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这丑八怪王妃能到今天,都是她自找的。 姐姐,今日成婚废我本意,是王爷怕委屈了我,特地求了太后一道义旨。 姐姐,你可千万别生王爷的气啊。 看不出来还挺会白脸。 姐姐,你怎么不说话了?你生气了吗?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马上就回去让太后收回义旨。 王妃,侧妃娘娘又没做错什么,你为什么老是为难她呢? 没错,你一个王妃,不会连刚入门的侧妃都容不下吧? 看来这王妃娘娘不仅人长得丑,心底也是如此之狠毒。 你不要这样说姐姐,都是我的不好,是我让姐姐不开心了。 你们这样说姐姐,我会很难过的。 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了跟我演,戏没够是吧,我成全你。 妹妹说笑了? 既然进了门,那就是一家人。 正好,王爷也在呢,赶紧拜堂吧。 什么?这王妃也太恶毒了,竟然让白姑娘和鸡拜她。 我看她就是看不得别人好,故意在这为难羞辱侧妃呢。 白姑娘,你可千万别上了她的当啊。 怎么?我这个王妃拜的,她白姑娘就拜不得了? 姐姐,这不是我拜不得的问题。 只是,我乃太后一直以嫡嫁之身入府。 真要算起来,我与姐姐乃是平妻。 那不巧了吗?既然你都承认自己是平妻了。 那还不赶紧跟王爷拜堂? 姐姐说的是,我自然是要与王爷拜堂的。 只是现在王爷不在。 谁说王爷不在了? 那不就是吗? 姐姐,你的意思是,你让我与鸡拜堂? 当然,你既然都承认自己是平妻了,那自然要和鸡拜堂。 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鸡,这是代表王爷的鸡。 刘管家,我说的没错吧? 这,王妃说的对。 所以,无有指路为马,经由以鸡待人,使今日婚事流芳千古。 妹妹快些拜吧,及时可要过了。 可是我,怎么? 妹妹这般推三组四,难道是不想和王爷拜堂? 姐姐,你误会了。 我不是不愿意王爷拜堂。 我,我虽是太后一指入府,可不过一切侧妃之身,怎么配有王爷拜堂? 哦,那这么说来,白姑娘是承认自己为妾了。 哦,那这么说来,白姑娘是承认自己为妾了。 姐姐说的是,该死的贱人占了为王妃之位,还敢当众修理你,这笔账我一定要千百倍地讨回来。 王爷,属下已派人寻找神医,争取早日治好您上次受伤,加重的不急。 不急,这腿筋留着对某些人有用,倒也不是一无是处。 可。 不用再说了,查清那晚暗算本王的人是何来路? 王爷,是宫中那人。 哼,这么快就容不下本人。 王爷,您战功赫赫,何必屈屈人下?既然这皇帝老而不是太阙,咱不如直接兴了他。 由此轻易就掀翻这棋局,未免也太多不去。 他想,本王就陪他吧,宫中近日安静徐静,也该到他。 是,容家立刻吩咐下去。 前堂婚事如? 王婉小姐已经进门。 王婉为救本王,毁了清白。 他想要什么,都随着。 是,只不过王妃他。 说,王妃他已击奉你,逼迫白小姐拜他。 好一个已击待人,这王妃甚是有趣。 走,随本王会回这王妃。 很好,看来白侧妃对自己的对位很清楚。 想必王爷知道,也绝对会很欣慰。 姐姐说的是,刘管家,是不是该入洞房了? 可别让王爷久等了。 对对对,王妃娘娘,蔡妃娘娘,请入洞房。 对了,姐姐,王爷与我从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 今日你我姐妹一同入谷,等到洞房时,我会在王爷跟前,为姐姐美言几句的。 果然不愧是白小姐啊,听说不仅是第一美人,没想到心地也是如此善良。 就是,被王妃为难成这样了,居然还想着为她说话。 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跟我一言,戏没够是吧,我成全你。 慢着。 姐姐,还有何事? 白侧妃,竟然都承认是妾了,就想这么走了。 这个贱人又要做什么? 那姐姐,你的意思是? 根据大卫律法,妾室当尽主母理查,否则这妾室的名声就名不复实。 什么? 王妃,别太过分,此说话拿你丫鬟插嘴的份,长嘴。 姐姐,我的丫鬟不懂事,妹妹带她向姐姐道庆。 算了,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放她一满。 不过妹妹,这该敬的茶还得进。 好和好,贱人,既然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我,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姐姐说的是,我是该给姐姐进茶。 这贱人天生命传,今日我必要你里面见识,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姐姐,喝茶。 是王爷。 参见王爷。 王婉,您可有事。 请回请请回来的集市,王婉并无大碍。 早就听闻白小姐乃京城第一美人,没想到今日一见,果然不凡。 岂只是不凡,怕是天仙下凡,也不过如此吧。 真是可惜了,明明白姑娘和萧王朗才女帽天生一对,可偏偏插入了这毒蛇心堂,人尽皆知的丑八怪,占了这王妃之味。 连四皇子那样温日如意的人物都受不了跟她退婚。 宁愿娶她的姐姐都不要她,你们说,她能是个什么好东西。 你看她现在还戴着面纱,不知道这人到底丑到什么地步。 贱人,这就是你和我作对的下场。 你们都快别说了。 王爷,你快点去看看王妃吧。 刚才都是我不好,王妃的面目本来就…… 若是因为我再次烫伤了,那就…… 怎么可能,你的脸,你的脸怎么回? 我的脸怎么了? 这不是好好的吗? 哦,我的意思是说,你跟人的脸没事,可真是太好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王妃貌丑如烟,能令小孩只提吗? 就是,王妃怎么这么美? 跟她一比,白测飞着第一美女,根本有些名不符实吗? 她不会是假的吧? 还是说,她本来就这么美,怕太美惹了祸,所以才一直传达吉仇无比。 近日,这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你就是本王的王妃。 是你? 花架里的贼居然就是萧王,那我自称萧王妃,她岂不是在看笑话? 她的腿之前不是好的吗?难道在装…… 怎么?王妃与本王相熟? 我就不能说出之前的事,否则以这家伙的性格,怕是要当朝弄死我。 王妃说笑了,我与王妃宿为平生怎会相熟? 为什么锦型哥哥看着贱人的眼神,好似不一般,不能这样下去? 四哥,小锦星,拿人命来,有四哥,保护王爷。 别怕,小锦星,怎么办啊?小锦星,你干什么?快到王爷身边来,刀剑乌颜,姐姐可要当心了。 你干什么?小锦星,小锦星,你的王妃在我手里,还不输出救亲? 男人,别不,保护王队,不让我刷了她。 别动,都别动。四哥大哥,我和你无缘无仇,有什么话好好说。 你给我闭嘴,我跟萧锦星的女人没什么话说的。 今天是我们寄不如人,帮我们离开,从此我们恩怨两宵。 大闹的老婚,还想一足了尸。 后队,成了我后队,我又烧了。 冷静,都冷静。四哥大哥,你冷静。小锦星,你还冷静一点。 不要乱冷静不行。 王爷,王爷,求求你救救我们家小姐吧。 王爷,对不起,都说我不好,要不是我要保护姐姐,她就不会被抓了。 王妃姐姐是陛下赐婚,王爷,你一定要救她。 王爷和皇帝最是不对付,任你之前和王爷有何瓜葛? 听到这个,王爷也绝对不会管你生死。 王爷,我被她拿进来。 王爷。 小李星,你要做什么? 本王不受任何危险。 王妃,今日被我亲自送你上,来世再过不亲。 你说什么? 本王预备怎么在这儿,不好。 小锦星,你刚刚差点杀了我,你现在又想非礼我。 你这是非礼啊? 把你腰间的东西给找我。 什么东西? 怎么回事? 王爷怎么会如此在意这个戒人? 小锦星,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好得很。 绝对不能留下凤酒精。 小锦星,小心。 小锦星,你做什么? 我,我。 我,我。 金星哥哥,你不要怪姐姐。 我相信她不是故意的。 我,我没有。 金星哥哥,能嫁给你死而无恨。 我,我一定要坚持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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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带尼。 王爷,你叫王社群豆。 都你。 小锦,我不不会就这样被杜死了? 我,你让胡说八道,小锦星,你给我出来? 你凭什么绑着我们?我是巫帽子的。 小锦香 你总算出来了 我可是你的王妃 你不能这么对我 王妃放酒精 王妃因你性命主 你却在这里大方借死 来人 王爷 本王爷我不想再看见他 拖下去 处死 什么 动手 来人 得罪了王妃 放开我 小锦香 你这是烂用私刑 王爷 王爷 求求你救救我们那娘娘吗 怎么回事 他就说你来伤害太重 你又睡不觉 什么 鼓励回天 小锦香 你放了我 我会治病 我可以救回白冠板 就凭你 就凭我 如果救不回 我以死谢罪 王爷 叔老奴不能为例 你们身为太医院顶梁柱 小锦的伤势都治不好 留着你们还有何用 来人 我想去砍了 王爷说罪 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是侧卑娘娘 伤势太重 以非人力可为 不错 王爷 常心意志的话 孙卑娘娘只会承受更大的痛苦 还是让孙卑娘娘好好地去 真这么严重 幸好 只是内脏出血 应该还来得及 只要救下这个女人 小锦香也没有理由出诉了吧 我能救 我能救 你说什么 怎么 没听清楚吗 我说我能治 小姐 你还真呢 当然 我心里有数 凤九卿 此言当真 自然 胡闹 哪来的丫头 一个富道人家 竟敢妄言治病 女人怎么了 女人就不能治病救人了 你这是歧视 闭嘴 敢在这信口开河 就不怕王爷 赐你个死罪 我都还没出手 你就知道我是信口开河了 我看你们才是容易 这点伤势都治不好 你们究竟是治不好 还是不敢治 胡说八道 王爷 修听此女子信口死亡 侧卑娘娘的病 实在是无治了 不错 王爷 这样重的伤势 就算是胜手神医 让先生出手 都不一定能救回来 只有此女颠倒黑白 笑话 自己医术不经 还怪别人说大话 你 亲口开的 真当本王 不敢将你乌马分尸 放心 这点小伤包在我身上 在这古代 别的不敢保证 这样的小手术 还不是手道青来 嗯 这个小丫头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老夫就看你怎么治了 不错 小丫头 你可要好好治 否则 一死无疑 他这是内脏破损出血 需要马上进行医治 不然神仙来了都救不了 嗯 你背话 哪个大夫不知道啊 不错 少在这扯些有的没的 关键是你能把人治好吗 当然 病人需要立即进行手术 手术 这这 这是什么治疗方法 嗯 你该不会是随口胡周了 一个治疗方法吧 身为太医 居然如此孤了我 我这医治手术自古就有 你们居然连这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 自古就有的治疗方法 我们太医怎么会不知道 不错 你说有就有 那我们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在撒谎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呀 再拖下去 测试要去出事了 都是你们害的 王妃别说了 要不我们就跟王爷认个错走吧 别闹 消 王爷 这个手术做不做 你来选吧 不做 我和测试一起玩玩 做 却还有一线生机 王爷 万万不可呀 现在再这样闹下去 测试娘娘会立马丧命啊 与其相信这个女人 还不如派人直接去请欧阳先生 说不定测试 还有点活路啊 你确定能治啊 确定能治啊 你性命担保 好那就治 不可呀 王爷 住嘴 你若能治即刻上手 我立刻叫人砍了他的脑袋 立刻帮我酒杯工具 我要闭手 剪刀 阳长线 酒精灯 麻沸散 这上面的东西 准备好了都给我送过来 另外 叫往府的人都过来试血 试血的 是 测试失血过多 手术的过程中 需要给他输血 王妃 叫 这 还有这些 去 去吧 你你你 过去准备手术 抽血 各位无关人员请出去吧 我要换衣服准备手术了 本王看着你 王爷 你还有这种癖好呢 本王只是看着你有没有暗藏凶器 啊 这种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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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了吧 你腰间的东西呢 什么东西 怎么又问 怎么又问 难道他看上我身上什么呢 信号来之前 将东西都放进楼那儿啊 看来是本王看错了 旧本王的人是我 我 不可能是凤酒清准的 没什么 开始了 但是你记得了 若婉婉有事 你 还有婉 都有你的泪灶 知道了 这种癖好 这种癖好 住手 住手 你们是谁 谁让你们进来的 你给我滚出去 你给我 身体发肤 受制父母 敢对弯弯动刀 你经过我们同医了吗 原来是受制父母 二老是这样 我是肖王妃 我正在救治 你怎么打人啊 就是你这个贱人 还得婉婉变成这样 你也有脸说你来救人 不是 你们误会了 我真的 住嘴 你立刻给我滚出去 否则 我立刻让人家里 乱滚打死 怎么回事 王爷 你来得正好 侧妃父母来了 他们不让我手术 你快跟他们解释一下吧 王 老臣是看在婉婉 与你青梅竹马的份上 才同意让他嫁过来 而如今 婉婉遭难 你居然 还让这个罪魁祸首 继续祸害我女儿 是何举身啊 白大人 话可不能乱说 我是真心想救人的 白侧妃现在的伤势 除了手术别无他法 难道你们想眼睛 能看见他去死吗 不说八道 不过是一道剑伤罢了 如果一样样大卫 难不成还找不到 一个救治之人 你一个不当人家 在这里装神弄鬼 你们看看他 治病就治病 弄这么一身奇奇古怪的行头 简直就是妖女 也不是在哪儿学了几艘巫术 来这里装神弄鬼 你胡说八道 我这是正经手术服 你们不知道 别瞎说 老夫 懒得和你瞎扯 王爷 看来 王府的规矩 也不过如此 今天老夫 就越聚 替你好好管教侯宅 来人哪 你们要干什么 小姐你行你说句话呀 住手 难不成王爷还要袒护这个装神弄鬼的妖女 白大人 本王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现在万万性命之位 还是先让王妃先行救账 好 老爷还居然真的要袒护他 不可能 只要老夫在此 谁都比他对万万动到 王爷 白大人所言甚是 王妃手段 确实诡异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测飞性命不保啊 王爷 还是快请欧阳神医吧 对对对 去请欧阳神医 欧阳神医一定可以救好王丸的 你们怎么这么愁呀 白王丸现在这情况 这时候请哪个神医来都没有用 你胡说八道 王丸好得很 我看你分泌就是嫉妒王丸得虫 想要害他 我 错了 昨天聊天负血了 王丸 爹 你 王丸 王丸 救救你 快请神医 救救我们家梁六 王丸 我知道你们心不过火 但白王丸真的不能再拖了 现在立刻手术 等一下 小王妃 你说的手术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长报等说 手术就是将人抛开 将体内的病变进行治疗 然后再将伤口缝起 什么 把人抛开 那还有活路啊 什么 把人抛开 那还有活路啊 白夫人放心 我已经加强了麻飞伞的药领 还自制了呼吸机给他换养 这只是一个小手术 不会有问题的 我发誓 绝无半点隐瞒 不然就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好 记住你说的话 但凡婉婉要有问题 老夫 必让你食物葬身之地啊 好 诸位请出去吧 我要开始手术了 我要开始手术了 不行 你还在打雷劈身之后了 你还在想着这种问题 就是因为如此 我才不能让你对网文动刀 女子出嫁从夫 如果施了夫君的宠爱 他跟情深走路有什么区别 你敢说你没有这个心思 你 好 我不救了 大不了我们一起死了散了 那 那我不救了 大不了 我们一起死 你 站住 你做什么 放开 白夫人本王暂死历史 倘若日后 因此事对晚晚有丝毫嫌弃之心 你必走天前 你 如此 让王妃救治吧 我 思议 思议之痴 也别无他法案 我就只能 相信他们这一次了 好吧 既然王爷都这么说了 那你动手吧 你们放心 我会救好侧黑的 我们都出去吧 我要开始了 不行 我要在这里看着 行 但是你们得在连外 连内我要做消杀处理 尽量将手术的风险 将冲最小 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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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都出去 怎么这么多血啊 将人生生的抛开 露出大肠和内脏 简直害人天文 这样能治兵 简直华天下之大吉呀 这个药物 竟会装神弄鬼 如果侧背有事 他 连通整个凤窮嘴 怎么样了 放心好了 手术很顺利 就等他醒了 这不可能 不错 就连欧阳神医都没办法 保证说能救黑测飞 你肯定是在撒谎 你们少在这里污蔑人 绿罗 多说无语 我是不是撒谎 等侧妃醒了 我就知道了 好 傍晚什么时候能醒 大概两个时辰 两个时辰 王爷 我看他就是在拖延时间 你 好 既然你非要污蔑我 那他醒了怎么办 两个神侧妃要醒 老夫愿献上香肠人头 本官 也愿以命立士 小鸭头骗子 你敢以命相赌吗 赌就赌 当真我怕了你们 王爷 二老 此事你们可作证 白大人 您怎么了 我们就再等两个时辰 王爷要是 用三长两刀 我绝不毒活 你知道就 两个时辰马上就到了 我们怎么还没醒啊 你到底帮我们怎么了 王爷 两个时辰到了 王爷 侧妃还没有醒 速度处死此女 王爷 请立刻处死此女啊 王爷 王爷 还在等什么 赶紧处死这个妖女啊 这不可能 以古代麻飞伞的效力 手术完成后 他就算是痛都快痛醒了 怎么可能会还不行 等一下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在狡辩 王爷 速度捉拿此人 然后再找人去找欧阳先生才对呀 不错王爷 再下去 就真的来不及了 王爷 这 王妃 怎么办啊 别急 大家都别急 我再去看一看 够了 已经把我妈还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要得折腾她 你的心怎么这么傲毒 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之前有误会 我们不是没给过你机会啊 可你让我们失望了呀 王爷 这一次难道你还要抬腾她 来人 将王妃拖出去 凌迟处死 不行 绝对是哪里出了问题 无息均匀 面色红润 伤口也没有再出血 怎么会不行 等等 难不成 她在装睡 该死 果然在装睡 敢害你姑奶奶 给我等着 王妃得罪了 等一下 我有办法让她醒过来了 是真的 我这里有办法让她醒过来了 你们再信我一次 你又再搞什么 王爷 千万别相信她的鬼坏 我堂堂的太医院院手 都不知道是这种方法 她怎么能治好病的 有错 王爷 还是等欧阳先生到 再由我们太医院协助 方能救我次为娘娘 方平 你们要有方法 早就救人了 怎么会偷到现在 只有我才能治好她 够了 王妃 你不要再胡销蛮缠了 难道你还要用 什么我们听都没听过的方法 来害我女儿不成 这个简单 我有一纸粗密针 只要将她 从她头顶插入 测废必行 胡说八道 只速地这扎下去 那不是彻底的 毁了我们测废的一线生计了吗 这个女人真是用心险恶 说不定她就是故意谋害测废的 王爷 还是赶紧叫人把她拖下去处死啊 小警星 你再信我一次 测废倘 倘若有个三长两短 我定理命相抵人 滚开 谁都不去碰我女儿 好啊 到现在还在狡辩 看来老夫爷不用 再给你留情面了 不用 本王亲自动手 还愣着做什么 立刻抓住她 送去大理寺 即刻叫上 小警星 不行 情况没解 看来 只能必须显张了 都不许过来 你要做什么 奉九卿 修药自物 我呸 我什么都不做才是自物 你有话好好说 千万别伤害我女儿 王妃 你先放了王妃 我们放过你了 当我傻不成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 你们都不会相信 反正我要死了 大不了拼译吧 现在 我就当着所有的面 将这根针 从她的脑袋插进去 要死 我和她一起去死好了 别 别住手 我人是在装死 看我要与死网破 装不下去了 王爷 醒了 娘娘 王爷 醒了 醒了娘娘醒了 这不可爱呢 王妃 哎呀 娘你们怎么 王妃 你终于醒了太好了 王爷 亲生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放心 本王庇护你周全 可有不识 对对对 王妃 可有什么不识啊 我觉得 他身上很痛 这回事无力 王妃 这是怎么回事啊 放心 这只是手术后遗症 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姐姐 姐姐怎么在这 装的还挺像 特别娘娘 可是我家娘娘救了你呢 既然 既然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我 便别怕我对你不客气 小事小事 小飞 既然你已经醒了 就赶紧说一下 你为什么会受伤吧 哦 我我只记得 当时刺客过来了 我和姐姐在一起 之后就 我都很疼 不是 不是 这还没过去多久 你再好好想一想 王妃 王妃 王妃身体不是 你就不要再逼他了吗 可是 王妃 请 怎么 还不让我搞清楚 我为什么会被当成凶手吗 既然王妃一醒 就算你将功不过 白大人 你一点如何 既然王爷都这么说了 那就这样吧 就这么算了 那我之前事的委屈 别多寸进尺 你们 王爷 侧妃娘娘已经醒了 那我们就告诉了 站住 二位 就想这么走了 王妃娘娘 您还有何分数吗 我可记得 有人历史 只要我救了侧妃 他就甘愿自裁 王爷 白大人 想必你们也还记得 身为太医 连小小伤事都直播 留着有何用 来人 拖出去看了 王爷 我也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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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臣 之所以 我帮我一把 王妃娘娘 你饶我一下 我小伤 气着老母下一个 鸭鸭鸭鸭鸭 我不能死 王妃娘 王妃娘 只有你看 只有你看 我饶了老陈 老陈愿为你干老徒弟 当牛做马 放到我一把 好家伙 小景行这家伙 还真是能行 两个大活人 说伤就不是 王爷 我也没有想着 要拿他们的性命 这不如就隔去 他们的官职算了 寂寞如人 死不足心 这 唉 我 想出口气 怎么小景行 还非得要人家命呀 我要饶命 我要饶命 给我走 小宁 拖出去 啊 啊 我给你饶命 我给你饶命了 饶命了 王爷 就饶了他们吧 王婉 你还替他们求情做什么 两个没用的东西 就该一丝邪罪 娘 王爷 得饶人出且饶人 就当做是为了晚晚基德 就放了他们吧 好不好嘛 这 老爷 王爷 婉婉都发话了 那就放了他们吧 好 站在婉婉的面子上 死罪革命 活罪难 即可隔去二人的观察 滚吧 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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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我累了 你好好休息 你还处在这儿干什么 不知的不错吗 也算我没白忙活一场 这是您身为王妃应有的 王妃累了一天了 好好休息 水下告退了 小姐 您真是太厉害了 居然能治好连太医院都只跑得上 小事一桩 哎 绿罗 看小姐行到宝贝样子 那白侧妃什么来头 听说白侧妃是王爷的精美竹马 前段时间王爷在外头遇刺 白侧妃还不顾心命救了王爷 还因此 因此失身于王爷 所以就 所以就 干脆娶了她 嗯 那这救人怎么还失了身呢 也不知道那个禽兽怎样了 我没有说起来 这个信消的 怎么感觉这么严重 好像是在哪儿见过死的 哦 对了王妃 你上次还有东西放在我这儿呢 黑王就 奈何你 这一配来一部名 是该处理吗 如何 查清楚刺客来源的 王爷 还是宫里那位 王爷 宫里那位一而再再而三对你出手 不如属下配人之间 急什么 他想了 本王就好好陪同 单看这大卫江山 他还能不能做 王妃的弟弟可曾查清楚 他又如何会那种奇怪的意思 属下查到 王妃曾在你遇刺那天出过一万 哦 您遇刺当日 四光子退婚逼嫁王妃 王妃出逃时 曾在您受伤的地方 王爷 会不会有可能是 您想说 有可能是王妃救了本人 属下只是猜测 再去查查当日之事 是 王爷 还有一件事 大婚当日测妃之所以一次 是他自己装上去的 此事本王知道了 你下去吧 王妃 嫁过来有些时候了 王爷带你如何呀 娘你放心 王爷带我一向很好 就是有那个凤九卿横插在我和王爷中情 我往往不用担忧 想除掉此你罚子多的是 娘 你有好办法了 娘 你确定此法可行 放心 我已请了欧阳神医过来促成此事 好管让他凤九卿 吃不了兜着走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着急忙慌的 我早饭都没吃呢 娘娘真是好新秀 这个时候还有心思用早餐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怎么 还不让人吃早饭了 那还是别吃的好 说不定一会儿娘娘您 连隔夜饭都出去 你怎么跟我家娘娘说话呢 装什么装 现在是娘娘 一会儿 使不定怎么装 你 别搭理他 吊架 王妃娘娘到了 娘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不是 你谁啊 娘子 你我以天为美喜极连礼 你还为我生了一个儿子 你忘了吗 娘 汐儿 快快快 找娘亲 娘亲是不是不要爷儿了 我要娘亲 我要娘亲 不是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我怎么可能会有小孩 娘子 你是不是担心王爷责罚 为父这就去求王爷开恩 王爷 求求你放了我家娘子吧 让我们一家团聚 老爷大人 求求你放了我娘子吧 求求你了 当天早有传闻 说姐姐当初悔婚四皇子 还想逃婚王爷 我还倒是为何要舍得这门范负贵 没想到 原来是姐姐早有一种人命 白老板 你胡说八道 你胡说八道 姐姐 我若是胡说八道 那这情况你怎么解释 我 我怎么知道呀 人生记忆里根本就没有这个男人 拿不出来的丈夫和孩子 肯定是最后的 小姐怎么办呀 别急 王爷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还请王爷找人将此人带下去 言查一番 这幕后必有主使 娘子 你怎么能这么无情 王爷 我能证明 凤九卿背部有一颗珠质 你只要派人一查 便知道真假 全有无谜 王爷快看 王妃这里真的有颗珠质 这么阴秘的地方 你是怎么知道的 凤九卿早已和我成婚 生人与女 温身上下没有我不熟悉的地方 来请王爷明察 你胡说八道 这不可能 王爷 凤九卿 你该做何解释 小锦兴 你信我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他既然是别人派来的 那肯定会知晓我的一些隐秘 可是姐姐 既是隐秘 又怎么可能随意让人知晓 我怎么知道呀 反正我绝对不可能和他有什么 都说罪毒妇人心 当初你我海事山盟 如今你气我如便宇 既然你不认 那就不要怪我不念夫妻之心 王爷 凤九卿早已和我原访 清白不在 只要派人一查他的手工纱 便知道他有没有在撒谎了 他走了 都忘了我带他了这个面 子言有礼 姐姐 既然你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那不如就验一验这手工纱 你正起来吧 王爷 正好老生也在此 不如就让老生替王妃验一验身吧 验什么手工纱 简直荒谬 我不可能答应的 怎么 姐姐你不敢验 这有何不敢 关手工纱这个要是真实家 不是身是真 绝不能验身 但我乃堂堂萧王妃 教室传出去 这萧王府的名声还要不要 姐姐放心 我们定会为你隐瞒此事 不叫王府的生育受损 因为一个小人莫名其妙的污蔑 就要以验身来自证清白 那本王妃的生育该走 姐姐若是清白的自然无碍 但姐姐若是 这件事情有蹊跷 白王妃能力一再逼迫 说不定背后就是他们在搞 好 我验 但我要求带人 让白侧妃和我一起验 你敢用吗 我就不信 白王妃的事 你这种取代 你 唐瑞一验 王妃几个事就知道 我身身救她的事是假了 该死的近日 敢让我下水 怎么 你不敢 难道白侧妃的生白也 你少在这危言耸听 验身一事 的确有些侮辱人了 王妃 不如我们想个更为妥善的办法 验证这名字吗 说 不若来个滴血验亲 滴血验亲 不错 请神医入内 旁边 欧阳一 拜见王爷 皇妃 各位贵人 居然是欧阳神医 王爷 据说神医来无应 去不踪 居然来到我们萧王府 神医不必多礼 神医 今日请你来 是想让你主持 滴血验亲一事 王爷 有神医相助 想必 结果定能服众 神医 滴血验亲 是否可靠 王爷 翻血跃相通者 滴血入水 则相同 反之入水 则相斥 自归来 从无错例 什么滴血怨亲 简直是无稽之踏刺 姐姐 你这也不敢 那也不从 莫非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才屡次三番 拒绝验证自己的清白 我清不清白 我比谁都清楚 需要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自己清楚 如何能抵御流言蜚语呢 再说 我也是为了您好 王爷 你就劝劝姐姐吗 此举纵然令姐姐受辱 可现在事情闹得这样大 王爷当以王府的声誉为重了 你 闭嘴 王爷 方九卿 你自认无辜 应当立即滴血认斥 自证清白 你们 好 我验 反正我绝对不可怕 当姐妹这个东西 我带来看看 你们闻什么发音 还请王爷派人全程监督 仪式公正 常年 去第五 是 王爷 这岂不是说明 血相容者既为亲 此次的确是王妃亲生无遗 你撒谎 这不可能 我这是和王妃待在一起 王妃不可能有孩子的 是我自说话 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奴才插嘴 来人 给我拖下去打 白王板 我还是王妃呢 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想要动本王妃的人了 我只是为王府清早门户罢了 王妃与人私通 罪证确凿 还请王爷 即刻将王妃贬为庶人 送往大理寺盼 你紧送 查宁 等一下 报警经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 王爷 这事一定有蹊跷 事到如今 你还想捶死挣扎 是不是捶死挣扎 各位 一见便知 我以这孩子 根本不可能是母子 可血却相容了 说明这水有问题 王妃 至于验证 很简单 刘管家 借你的血一用 诸位看好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 刘管家的血滴进去 也一定会相容 没有 王爷快看 刘管家的血没有相容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王爷王妃 老奴一介连满之身 还是个男的 怎么可能生那么大的孩子 王妃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狡辩 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把这个祸乱 王府的女人给我拉出去 不可能 怎么会不相容呢 萧锦馨 我要求再验一次 铁剑 不管你再验多少次 真的假不了 假真不了 王妃 我看你还是放弃抵抗吧 及时认错 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 王爷说不定 还会饶你 王爷都没发话呢 你们两个在这跳什么脚 死到临头了 我看你怎么知道 好 那就让王爷做主 王爷 您看此事该怎么办 既然王妃想要再验一次 那便依他 看他还有什么可狡辩 毕罗 快去打新的水来 是 怎么可能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王妃 这 是怎么 王妃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王爷明鉴 这云儿本身就是我跟凤九星的孩子 她却深深不认 此等品行恶劣之辈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王爷 请立即仇智 还我父子清白 这不可能 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 明明我都换了水 怎么可能还是相浪 一定有我没有想到的地方 是他 是他 孙智白 找了他 孙智神 但说不定 早就未来通了 来人 即可废弃 奉景 请王妃之位 押入大理寺 王爷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住嘴 本王的耐心 是限度 王爷 我知道问题是在哪了 这跟真上犯酸 是有民凡的缘故 古迹一书有计 若以民凡致水 虽非亲身也可相容 若以轻游致水 就算亲身也不可容 只好再咽一次 就能知道问题真假了 王妃 你休要胡说八道 老夫行医四十年 从未行害人之心 你这是在 吴老夫清白 王爷 凤九斤死通生子 最终确凿 你休要听他胡说八道 是啊 王爷 神医一身清白 救人无数 怎么会陷害一个 跟他毫不相干的王妃呢 都急什么 清不清白 一事便知 王爷 好 本王就再给你 最后一次机会 王爷 谁若再言 即刻账发 绿罗 快去取新的针好水来 王爷 王妃 血没有相容 诸位 我再用欧阳神医的 这根针一事 王妃 你要做什么 急什么 借你的血一用 王爷 侧妃的血也相容了 白侧妃 现在你的血也相容了 是不是说明 你也是这孩子的母亲 还是说 我是你的母亲 你别胡说八道 王爷 一定是王妃 他动了手脚 一定是这样的 白侧妃的 真是会睁着眼睛 说瞎话呀 要说动手脚 也该是欧阳神医 和这对父子 你们口口声声误我清白 现在一句饶命就想要抹平了 哪有那么容易 王爷 我以这几人肃无仇怨 可他们拼了命却要拉我下水 说明幕后必有主使 还请将他们押入天牢严加考打查明真相 杂人 叫他们压下水 说 是谁指使的 王爷 我没有 没有人指使我 丑人只不过眼红王妃 上村王妃那得力 这才敬酒 只吃罚酒 给我打 王爷 别打了 王爷 我打了 王爷 谁是幕后主使 王爷饶命 王妃饶命 欧阳神医 只要你将幕后主使说出来 本王妃可以求王爷网开一面 保你一命 欧阳神医 只要你办好了我交代的这件事 我不仅会安全地将你的家人放回去 还会赠你白银千两 保你三代荣华富贵 夫人放心 草民定等竭尽全力 轻轻发落 神医 你可要想好了再打 陷害王妃 这可是要杀头的死罪 到时候 不仅是你 说不定连你的家人 我向来信奉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可以向你保证 罪不及家人 倘若你真的被什么人威胁 你尽管说出来 有王爷替你做主 我 王妃好大的脸面 居然连王爷都主动能做 王爷 所谓祸不及家人 今日我谋怨受辱 所求不多 只求将幕后凶手神之以法 不牵连任何人 这点小事 王爷可否应我 本王允了 所以你听到了 还不赶紧将幕后凶手说出来 王爷 是瑟菲 是瑟菲娘娘 你杀我 王爷 不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怎么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 神医 你所言属实 王爷王妃 老臣所言句句属实啊 瑟菲不仅指使老臣 陷害王妃 还拿家人做危险 王爷 你可要替老陆做主啊 就从我的家人 老陆定个感激不尽 骗子 你这个骗子 我从来都没有指使过你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够了 王爷 你要罚 就罚我吧 这一切都是我以王婉的名义 瞒着王婉去做的 娘 王婉 娘对不起你 娘不该这样的 娘只是 不忍看你受苦 所以才想要为你清除障碍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亏我前段时间还救了白王婉 你就算不念我的恩情 你也不该害我呀 你说我为什么 王妃之位 本该就是王婉的 是你横插一脚 揪占雀巢 还害得王婉差点 在新婚之日 丢了性命 我为什么会念你的恩情 我只会 和你牵手杀了你 你 白夫人 这些事 被王贝勒王婉都可以容忍 可是你陷了害 本王王妃 死最难免 来人 王爷 王爷不要 王爷不要 王爷看在我娘一片苦心的份上 让我娘一命吧 王婉 你不用替娘求情 这一切都是娘活该 我知求 王爷不要因为切身的缘故 迁怒于王婉 求求你了 娘 王婉是本王的救命恩人 义势策 无论如何本王都会护他这 至于儿童 阿宁 王爷 押去大理寺 按规矩行事 是 白总 不要 王爷 王爷不要 王爷求你放了我 我给你磕头 起来 我不 王爷 如果你不原谅我娘 我不起来 那就给我跪着 王宁 是 王爷 我求你别走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莫菲 莫菲 我求你 我大我娘给你赔罪了 莫菲 求你饶了我娘 饶了我娘 你这事可不能赖我 我求你 莫菲娘娘 莫菲 莫菲 你可还又不是 谢王爷关心 亲身并无大碍 王爷 我母亲 干在你和杜忠哈的份上 死罪可免 活罪难道 本王已经吩咐下去 萧曲告命 重罚三十大万 关此堂禁闭一年 谢王爷饶命 从今以后 本王不希望王府再有今日的事情发生 你可清楚 怎么回事 难道王爷还是怀疑到我身上来了 王爷放心 亲身热厚定言性起身 决不刑差大错 你知道就好 至于凤九卿 无论如何 他一日是萧王妃 就永远都是萧王妃 这点 来王希望你牢牢记住 切身紧记王爷教诲 天色不燥 你歇着吧 王爷你别坐 好玩 别得寸尽耻 你小心 你给我等着 王妃 怎么样了 王妃放心 测废你没事了 没事就好 王妃 测废他们今日那样对你 你怎么还关心他呀 我这哪是关心他呀 我是关心他肚子里的孩子 再怎么说 孩子是无辜的 而且 如果他今天肚子里的孩子出了什么差错 那萧锦芯灌脱到我身上了怎么办 好像有事 行了 没什么事我就放心了 你快回去收拾明天准备回门的事吧 王爷 王爷 你怎么 王爷 你你这是做什么呀 这话 该我问住 凤九卿 你到底是谁 我还能是谁呀 程相辅的二小姐 你的王妃 凤九卿啊 是吗 常文中名声狼藉的宠八怪二小姐 如今不仅是个美女 还是个医术高明的蛋白 这样子吗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刀本王傻 你都说了是川王了 而且我自己这位医术 我还不能自己治了吗 你什么时候选拟 王爷 这些 我没有必要一一向你汇报 凤九 你想找死 别别别 王爷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别杀我 我对你有用 你倒是怕死得很 这不废话 给本王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我 我可以借你的腿 本王的腿疾这么多年 看遍天下民意无人可治 就凭你命 王爷 你这就瞎碍了吧 别人不能治 不代表我不能啊 你就给我这个机会吧 好 本王就给你一次机 倘若治不好 我知道 要我的命吗 你也不是第一次要了 成亲之日 行了 都过去了 我要为你把脉 没想到这家伙中毒这么深 如何 可能治 放心吧 王爷 虽然你中毒颇深 再加上之前强行使用那一日老二经脉 不过我能治 此话当真 我从不说大话 不过王爷 我能治也需要你遵御准备好 你好好治疗便是 其他的无许你考 那我现在开始为你争取 王爷 我嫁过来也有几日了 明日我能回门吗 明日我可以回门吗 回门 是 我正在收拾东西 准备明天回去 也不知道如今母亲 在陈相府过得怎么样 怎么 王爷 你想陪我回去吗 哼 你想得到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前面统经管家说一声便是 是 王爷 看我不好好宰你 好了王爷 接下来 我会为你写一副方案 等我回来 再换一种治疗方案 不忘却 会坚持那一刻 才能逃出因果 又一次擦肩过 不好意思 王爷 我蹲太久 腿有点麻 不错 看来再治疗几次就痊愈了 你真知道 知道了王妃 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我 胡说八道 我哪里脸红了 收拾好了就快休息吧 养精续维 明日好回门 嗯 凤家这胆毒的一家子 明日就替园主 好好收拾一下你们 这就是丞相府了 穿过来快一个月了 还是另一次来 王妃 丞相他们来了 清儿 终于回来了 我看看 原来这就是 有母亲的感觉吗 好亲切 母亲 这些日子 他们带你比较好 有你在王府 他们不敢把我负责 都瘦了 瘦了 在王府是不是过得不好 母亲放心 我过得不好 准备 我这不是全居全委的 回来了吗 怎么就你一个人 我也呢 我也没来 果然是个废物 嫁给王爷又怎么样 回门就是孤零零一个人 翻出去 真是笑死人了 真是没用的东西 王爷都没来 你又回来做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 他毕竟也是你的女儿 你给我闭嘴 我没有这样没用的女儿 我觉得那心的壮 真是丢弃我费家的那个 哎呀老爷 你也别这么说 他一个丑八怪 能这样 你还真是做什么 真是丑八怪 不会王爷嫌你长得太丑 您碰着懒得碰你一下 你们最好给我放尊重一点 不管怎样 如今我可是肖王妃 肖王妃又怎样 只不过是一个人艳狗咸的废物 丑八怪罢了 赶紧给我滚 别脏了陈上府的路 哟 我当谁呢 原来是丑八怪回来了 妹妹 对不起 刚刚我不该那样说你的 丑八怪 你肯定路远不进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我的乖侄儿啊 怎么 还想对婶婶动手不成 丑八怪 你叫本殿下什么 自然是侄儿啊 怎么 私底下有问题吗 呸 不要你的东西 王叔连回门都懒得搭理你 你在本殿下面下装什么呀 殿下 都是我的错 妹妹也许是心有不甘 所以才 你都听见了 他说了都是他的错 你可别来怨我 你个无耻的贱人 不仅面相丑陋 而且心肠歹毒 还斗打一旁 今日不予燕儿和本王子 跪下道歉的话 休想他你的丑校府犯笔 可按我跪下认错 你们受得起吗 倒是乖之二你 不如叫成沈珍来听听 要是叫他好听 方才的事 我就可以今晚不救了 你 你给修理本殿下 来呢 跟打 谁敢动手 本王看谁敢动手 残戒我 四皇子 你要对本王王妃做什么 王说 你听错了 哦 那是本王耳拙了 不不不 芝儿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 我说 芝儿知道错了 芝儿再也不敢了 你就原谅芝儿这一次吧 你该道歉的 不是对本王 王室 芝儿知道错了 芝儿给你磕走了 你就原谅芝儿这一次吧 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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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你怎么来了 本王过来你不高兴 王爷说笑了 我哪敢 王爷 九月已经不好 就等你了 你别讲 黄叔 等等我 走 快进去 别让王爷久等了 你说凤九卿 这个小贱人还真长本 竟然把王爷给亲来 王爷长得可真好看 月儿 你什么意思 我后悔了 你看那四殿下 在王爷面前跟条狗似的 如果凤九卿当初没有嫁过去 现在的小王妃 不是我 说的不错 小王爷一表人才 凤九卿配他 根本就是暴天天舞 只有我的女儿才能配得上这么好的男人 娘 不如过会儿我妈妈 今日王爷前来 还设韩币神会 来 我们一起敬王爷一杯 欢迎 居然将下药这样的把戏玩到姐的头上来 真是斑门的怒斧 今日我回门 感谢父亲母亲为我接风 我敬大家一杯 请 妹妹 在家里还戴着面纱干什么 是啊 清儿 都是自己人 你不要害羞 赶紧摔了吧 就是啊 妹妹 王爷还在这儿了 你这戴着面纱 多不尊重啊 妹妹 你该不会是怕自己的尊荣 不堪入目 吓着王爷了 所以才 我又没说错 四殿下 你曾经是妹妹的未婚夫 你说 她的脸怎么样 瞧瞧 四殿下都不好意思了 妹妹 要不我帮你把她摘了吧 附罗月 再斗一下事实 妹妹 你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呀 我可是为你好 我们大家都是关心你啊 是啊 清儿 你姐姐说的也没错 你呀 就把她摘了吧 这大热天的闷坏了 可怎么办 说的没错 王妃 把面纱开了 这不可能 神儿 你的脸 你的脸 怎么 母亲放心 我的脸已经好了 这不可能 这一定是假的 你要做什么 你一定是涂了什么遮丑的东西 你不可能这么好看 怎么 我变好看 姐姐你不开心啊 不 不是 只是 这不可能 这是怎么回事 当年我下的毒 明明就会害她永远毁容的 哦 姐姐你这么心事淡淡 难道是知道我之前毁容的缘故 不 不是 你想多了 那个 九卿 你脸什么时候好的 本王若是没记错 再出嫁时 王妃的脸变成了紫 要是早知道凤九卿居然这么闷 本殿下怎么可能跟她记住 爱心 该死的贱人 整天就知道脉弄疯糟 过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丢脸 妹妹容貌恢复 真是大喜 来 我敬你一杯 苏殿下 妹妹 对不起 对不起 弄脏了你们的衣服 我不是故意的 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 哎呀 月儿一天天做事情毛手毛脚的 来人 把四殿下带下去换身衣服 妹妹 你也跟我去换身衣服吧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吗 还真是期待 好啊 请吧 这就是你选的地方呀 环境还真不错 妹妹 你在说什么呀 赶紧进去换衣服吧 别让王爷他们久等的 是别让王爷久等 还是说另有他人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啊 行了 又没有其他人 你装什么装 赶紧给我滚进去 真以为自己做了王妃就高人意的告诉你 过了今日 你照样只能被我踩在脚下 我好怕呀 不过你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的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是以其人之道还这其人之声罢了 你发现了 这不可能 你是怎么发现的 启启雕串小净 你也敢带我路程现场 这算算时间也应该发作了 这个你是不是觉得全身发热 有点喘脱气呀 你 你这个贱人 快来人啊 来都来了 那就好好享受吧 我会帮你把这东西完美落幕的 来人啊 王爷 你怎么来了 你不会是来帮我的吧 路过 这么巧路过 真是个罪音 路过就路过吧 反正多谢你了 赵宁 把他抓出去 等一下 把他扔那去 你又在搞什么把戏 启 小云来了 好戏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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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尘 玄通趋了 一生只为戒一个人 王爷 何事 王爷 你先走吧 那你呢 我还等着看好戏呢 注意安全 对了王爷 可不可以 再麻烦你帮我一个小忙 说 四皇子 懂了 懂了 懂什么呀 我话都没说完 不过 小景行这家伙 人其实也挺不错的嘛 哎呀 富有金啊 富有金 你在想什么呀 修理行哪里好了 就是身份高点 长得帅一点 钱多一点 哎呀不行不行 不能再乱想了 好戏要开始了 来探你 你大呼小叫的成何地统 老爷 你应该说 奴婢不是有意的 实在是 实在是 好好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王费 是王费 是王费和四殿下 林轻儿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你赶快说清楚 哎呀 姐姐你别着急 他刚不是说了吗 是轻儿和四殿下 怎么回事啊 赶紧说清楚 奴婢放上去 去请王费 没想到刚过去 就发现 王费和四皇子在 刚才做什么 快点说 再拖拖拉拉 我跟着你的石头 是王费 和四皇子在狗奖 你可看清楚了 奴婢看得真真切切 就是王费和四皇子 你胡说 你肯定看错了 天儿才不是那样的人 夫人 奴婢所言继续出事 绝不敢有任何欺瞒 丑老爷夫人是怪 滚 马上给我滚 王爷 你女做出这样的事情 与我陈相复无关的 还请王爷严惩犯酒情 一针加风 老夫却无任何原因 不可能 王爷 秦儿不是那样的人 肯定不是他 姐姐 你就别再为他开拖了 秦儿曾与四殿下友情 但也难免心中不满 所以做出这种荒唐事了 那事到如今 还请王爷对他网开一面吧 王爷 您在这 老叔 这就去想让你女抓回来 任由王爷您处置 来人 老爷不要呀 这件事一定有什么误会 姐姐 事到如今你还要为他开拖吗 难不成为了他连累整个丞相府吗 我不管 今天你们谁都不准过去 谁要过去 就先上了我 渔夫 来人 把他给我拉开 老爷不要啊 废物 还不快滚 来人 把肩负营妇给我抓出来 是 哼小贱 这次之后你就给我死吧 王爷 父亲 母亲 您这是在做什么 王爷 父亲 母亲 您这是在做什么 母亲 母亲 你这是要对母亲做什么呀 青儿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我的青儿不是那样的人 母亲 怎么了 啊 风九卿 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不能在这了 你不是去换衣服了吗 怎么 哦 我去方便留下 道士姐姐 她去哪了 我不是让她去那边等我吗 你说什么 月儿在那边 在那边 姨娘 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姐姐怎么了 咦 有人在那边吗 发生什么事了 哎 你可站住 啊 走开 你们都给我走开 月儿 哎 我的月 四殿下 你怎么会跟瑞玉 你问本殿下 本殿下还想问你们呢 本殿下酒量一向很好 换衣服的时候头有些晕 新来就在这了 陈笑 你是不是该给本殿下一个交代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爹 娘 是凤九千 是凤九千这个贱人 闭嘴 本王的王妃 其实你能随意侮辱的 长嘴 王爷 我说的都是真的 是凤九千亲口对我说的 是他给我下的药 姐姐 这话可就冤枉我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下药呀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再说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下的药 说话做事可是要讲证据的 还能是为什么你这个贱人 你就是嫉妒四皇子喜欢我 这是越说越离谱了 就算我嫉妒四皇子喜欢你 那为什么我还要让你们苟起 你 你吵声如黄 王爷 真的是他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惩罚这个贱人 不如王妃死罪盖法 阿宁 王爷 事与这次不如就算了 听我姐姐的意思 他和四皇子两情相悦 不如就让他们两个结为夫妻算 我不要 我不要 你不要 你设计陷害本殿下 你还好意思嫌弃本殿下 好说 我今日即便要娶这个贱人 凭他这只破鞋 也只赔当一个特匪 我帮手做主 好 本王做主 凤大小姐得日 嫁入四皇子府 为夫妻 如此 你们可还有异议 我 闭嘴 老爷 你也闭嘴 丢人心爱的东西 王爷 一起 大兵王爷吩咐 好 既然如此 此事到此为止 好好好 今天实在是叨扰王爷了 王爷 府上已经为你准备了降法 王爷 你还是先歇息 王妃 我们走 王爷 今天的事真是多谢了 您是本王王妃 要欺负 也只能本王欺负 行行行 您是王爷 您最大行了吧 凤锦青 你故意的 你可别冤枉我 我是医生 有医德的 好了好了 完事了 今日过后 想必要不了几次 王爷您的腿急就可痊愈了 这么快 那是自然 解可是二十一 二十一 没事没事 王爷你看 今晚的月光好美啊 我 把时间不再说再见之前 用你 这小的天 我的泪止眼 做你的魂 和我的亏欠 你可自明做的灵魂 王爷你想干什么 想看星星 想 本王带你看得更清楚 不好意思啊 王爷 这一次飞 有点没关注 没见 我都说了是第一次嘛 哇 星星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漂亮的星空 不仅没见 还容易大惊小怪 嗯 所以你怎么说 你这样的古代人 怎么会知道我们现代人 看见这种嫩天烦心的激动呢 好美啊 天王中 神仇全弯 的确 一生 啊 王爷你说什么 好好看 刘欣 快王爷 许愿 本王爷 本王居然被他的愚蠢给感染 王爷 你许了什么 好美啊 分山越岭 寻一个你 不不自身 走个体 分山越岭 寻一个你 不不自身 不不相遇 不不 保护王爷 我也 王爷 我 方景欣 死腿筋居然好了 三 负责 负责 睡 原来被人护着是这样的感觉 放久轻啊 放久天 你不对劲 你心跳这么快做什么 你没事吧 小心 放下去啊 放下去啊 常宁 给我杀干净 是 留在爱你的路 这这这怎么回事 滚 王爷您的腿好了 这是王妃 王爷姐姐这是 快去请来一 这该死的贱人 不过回去一趟 王爷怎么会这么在乎他了 四飞娘娘王妃受伤昏迷 还请您不要打扰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赶了主子的路 让开 吵什么 王爷 我只是想看一下姐姐怎么样了 不要 王爷 您一路抱着姐姐回来 想必也累了 您下去歇着 让我来照顾姐姐吧 不用了 王妃这里一切有我 你 王爷 太医道 参见我 不能为道理 诚治就为王妃诚治 怎么样 王爷放心 王妃只是皮外伤 一时惊吓过度和湿血 才导致昏迷 诚给王妃开点药 多调量调量就好 刘管家 带着太医去拿药 是 太医 不必也去给王妃煎药了 王爷 太医不是说了姐姐没什么事了 您先下去休息 这里让我来吧 不用 你回去吧 王爷 你是听不懂本王的话吗 你 我 剑雨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彻底消失 我觉得还活着 有本王在 谁敢上心 那可说不准 结果那天 你就差点要了我的命 成亲至 等我 哎好了王爷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你出去吧 免得休息了 好 那你好好休息 王爷 都唱清楚了 是尽为伪装的刺客 将刺客砍断四肢 挂在城门口室中 让他们吃饱 这就是得罪本王的代价 是 小姐心的好大的胆子 公然将尸首挂在城门之上 他这要干什么 他这是要倒反吗 父皇心怒 当心隔枪诱饵 该死的萧锦兴 找着守卧兵权 无法不见了 父皇 萧锦兴这个 嚣张宝 目中无人 加上他现在又治好了腿脊 凭借他在军中的声望 他是要威胁到大魏的江山 你有什么办法 父皇 不如 我们做个局 将他 无法不见 好 这件事 就不见了 是 而臣遵旨 王爷 你怎么来了 不用 你躺下去吧 怎么 为什么 吃着 王爷 我知道自己的生命情况 我自己出去待 我已经好了 不用再喝药了 伤筋动腹一百天 其能而起 来 我不喝 我不喝 不喝 那你是想让本王换 还是为 行行行 我喝 方教卿 太医 王太医 怎么样了 我是不是已经好了 我都跟小姐已经说了 她还要请你过来 恭喜王妃 贺喜王妃 恭喜我什么 王妃娘娘 您有喜了 已经一月有余 什么 我有了 不错 王妃娘娘看来是贵人士吗 否则 以您的一数 想必早就查出来了 一月有余 那不就是 苏惠 坚存那一刻 才能逃出荧光 王妃娘娘 您先休息 承知的去给您开药档 咋这个好消息 告诉鬼王爷 还不行 还不行 告诉小姐行 她要是知道 我得戴了绿帽子 以她的性格 那不得杀了我 不行 绝对不能让你知道 王妃娘娘 您的意思是 那个 王太医 我现在才一个月 看来还不太稳定 我想 咱们还是先以安太为主吧 等到太阳稳定了 我想亲自告诉王爷 再给她一个惊喜 原来是这样 没想到王妃跟王妃娘娘 竟然如此恩爱 那是 那是 太医 王妃怎么样 啊 我也请放心 王妃只是身体还未痊愈 所以有些症状吧 就没有别的方法 让王妃早点靠服 这 王爷 我已经靠了 育目大 你就不要被那王太医了 还吵着做什么 赶紧去开药 啊 是是是 为神告退 贱人 王爷主力又挟在他那里 他就如此会勾人 扯飞 再这样下去 王府直怕 没有了 扔山住地 不可能 他奉九卿算什么样子 别敢和我比 奉九卿 这可是你逼我的 走 我们去看看王爷 王爷 王爷最近对那个贱人 越来越伤心 看来我必须早日 拿下王爷了 王爷 你怎么了 王爷进来照顾姐姐 想必身体乏累 我给王爷炖了骨汤 王爷趁热喝了吧 有心了 放着吧 身子如何 有王爷日日关怀 往往觉得好多了 你救了本王的命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王爷 成心到如今 我是不是跟 王爷 这不是嫌弃我了 没有 你身体刚刚大好 应该好好休养才是 该死 肯定是你贱人 把王爷的心都勾走了 多谢王爷 只要你不是嫌弃我就好 晚晚定会早日养好身子 然后我们 对了 我那块玉佩你放哪儿 玉佩 景行哥哥 你说什么玉佩 你上次救本王时 拿走的那块贴身玉佩 难道是那个真正救了王爷的贱人拿走了 景行哥哥 我本以为不愿与景行哥哥相伴 便想着留个玉佩做念想 景行哥哥 你是要难回去吗 可是 我不知道放哪了 不妨 你留着便是 多谢王爷 对了 姐姐之前救了我 如今还受了伤 我想着去看望一下王妃 自由行事 无需向王妃告 是 借着 你给我等着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一次就一次啊 居然就这么重了 狗男人 千万别让我知道你是谁 负责 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 啊 王妃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烦 这个孩子到底留还是不留啊 小姐姐要是知道 贱人 敢敢帮我戴绿帽子 来来 把他拉出去给我分尸 不行 绝对不能留 必须得尽快处理 你把这个鱼配当了抓药 千万别人注意到 姐姐 原来是白侧妃啊 带我王妃姐姐 不必客气了 你来做什么 姐姐 你身子如何了 好得差不多了 不劳你操心 姐姐 你怎么对我这么冷的 我又不是你男人 难道还要给你热气些呢 姐姐 我们是姐妹啊 你肯定是因为上次的事情 我没有替你澄清 才这么和我说话的 不是 行 大姐 你说是就是 行了吧 你有事吗 没事的话你回去吧 姐姐 王妃的玉佩 但不成 就有王妃的见 就是他奉旧亲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到底要说什么 姐姐 我 不行 不管是不是他 绝对不能留下 这个见一个信 姐姐 我这次过来 就是来求你原谅我的 你要是不原谅 我就不起来 你想给我来 求飞娘娘 求飞娘娘 来人 快来人 王妃娘杀了 把他求飞娘娘了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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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王妃 我家娘娘做主 明知我家娘娘 伤势为好 王妃娘娘 去不顾我家娘娘伤势 让他退了下来 王妃娘娘 这事害死我们家娘娘 王爷 不怪姐姐 是我不好 姐姐才不肯原谅我的 肚子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好痛啊 王爷 救救我 救救我们的孩子 我好怕 王爷 是我王妃娘娘 推了我家娘娘 小景星 我没有推她 你相信我 我没有推她 王爷 我的肚子好痛 快救救我们的孩子 我真的没有推她 小景星 我是大夫 你让我给她看看 我不 我怕 我怕王爷 莫婉 周灾伊 王爷 侧妃气血大动 孩子 没了 怎么可能 方守卿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连一个孩子都容不下 小景星 我没有 我没有 是她自己 到现在你都还在狡辩 就算你和王妃不好 你该如此害呢 难道他为了些孩子 竟然舍弃自己的孩子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这样 够了 够 够 够滚 王爷 王妃 王妃你行吗 王爷 王妃 王妃 孩子 孩子怎么样 王妃 你先要我身体 孩子 希望我还会有她 孩子 我的孩子 王求婷 我不过是好心看望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了王爷 虽然以委屈求全 可你竟连我的孩子都不肯放过 白老板 你在说什么 我究竟有没有推你 你跟我说清楚 王爷 我不想看见他了 姐妈 白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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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狠心 谁能比得过你 你竟然陷害自己的孩子 生我自愧不如 够了 小锦衔 你不会相信他说的话吧 姐姐 你走吧 我看到你 就看到了我为初始的孩子 我再说一次 初始 小锦衔 我真的没有 放进我气了 从事不肯 从天后沉断我的内心 请问你 没见留 我走 王爷 你好好休息 幸好之前找人配了更加开的药 这是放酒请你自己装上来 这一次 我看你怎么办 王妃 你这是做什么 看不出来吗 收拾行李 离开王府 王妃 离开王府 你去哪 回陈相府吗 去哪都行 也总被留在这受气的墙 王妃 你冷静一点 毕竟王爷刚失去孩子 一直在气头上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如你等王爷冷静下来 再去好好跟他说 王爷那样聪明睿智的人 想必一定能明白的 他聪明睿智 因为不是 他要是明白 就不会一次两次的被白白 那个白莲花索弄蔽 可是 你和王爷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感情 难道 就这样说他就散了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要是这么早了 岂不是显得我很心虚 王妃 我不是那个意思 绿罗 你这个受识 出去 王妃 小景星 你出来 小景星 你别躲在里面不出事 你出来 我要和你说清楚 小景星 你知道什么呀吧 你给我出来 你出来 我回头来 我没了 小景星 你出来跟我说清楚 我出来 你出来是吧 你不出来 我就在那等到你出来 够了 我一而再的忍让 都是你撒谱的理 谁需要你的忍让了 我说了我没有做 是你不信 为什么本来说的话 你就这么的相信 因为王妄的孩子没了 难道就没有丝毫的怜悯 你的心肠就如此恶毒吗 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没有 我没有 你可给我滚 给我滚 我先让人 那我应不成 自己会做出什么来 好 小景星 我算是看清你了 既然你这么不想看到我 我如你所愿 王爷 要不要拦住王妃啊 不用 想看自己安静一下 是 宫中如何翻演 是 王妃 不要 王妃 王妃 你这是当晚上的上哪去啊 刘管家 麻烦您让开 我要离开王府 什么 离开王府 王妃 这玩笑可开不得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让开 这怎么可以啊 王妃 是不是跟王爷闹别扭了 哎 有事好好说吗 这夫妻之间啊 床头吵架床尾河 刘管家 不用再劝了 今天我无论如何 都要离开王府 王妃 您等等 老奴这就禀报王爷去 王妃 师父他 师父他 刘管家你让开 再不让 我不介意今天直接死在王府门口 今天就算是 我也要离开王府 刘管家 谢了 王爷 王妃 王妃他离开王府 他又在 为这次没闹 他真的离开了 你赶紧去看一下 什么 不小心 王妃真的走了 刘管家 你怎么不拦着点啊 我来了 王妃那性子 他疑死相逼 我不得不从啊 王爷 赶紧把王妃追回来 现在却还来得及 想要呢 有点团 看清了风的颜色被运开 王爷 这也不是您的天天愚佩 怎么会在王妃这儿啊 四王子 退昏逼嫁王妃 王妃出逃时 曾在您受伤的地方 王爷 难道那性救你的 真的是王妃 凤九卿 救了王妃的人 居然真的是你 去了 孟九卿都抓回来 是 既然就等了 不是凤九卿 那白弯弯的孩子 是怎么害的 发给白弯 治病的太医叫我来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啊 策飞滑袋之下 千千万千 微臣断不敢欺瞒王爷啊 闭嘴 策飞不可能有孩子 老实交代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真的不是我 不是我 王爷 冥文 拖出去宰了 等一下王爷 我想起来了 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人有假孕的技巧 多 王爷 如果策飞怀孕是假的话 那他的要求 一定不会吃酒 只要让微臣 再去给他把脉 就可以断定 他的怀孕是否微臣 好 本王就最后 才跟你一次敬 你说凤九卿这个贱人离开王府 可不是 走了一会儿了 在门口 报线很大等你 太好了 既然这个贱人离开王府了 就别想活着回来 一群 是 娘娘放心 奴婢保证 绝不让王妃 见到明天的太阳 不错 去吧 王爷 你怎么来了 恩王担忧你的身体 特意请太医来给你看诊 怎么这么突然 王爷 妾身恢复得很好 这么晚了 就不劳烦太医了吧 策飞娘娘请放心 能为贵人看病 是微臣的本尊 策飞娘娘请先坐下 微臣这就为您看诊 那就麻烦您了 这钥匙我特意找神医配的 想必区区太医 不会看出什么 别抓了放开点 王妃 四处黑色系的我别害怕 要不我们先回王府 明天早上他出发 我去做什么 招人白眼吗 再说有我陪着你怕什么 哎呀不好了 你上次给我那块鱼片我丢了 我回王府拿 哎行了 一块鱼片而已不要了 肯定走 你们是谁 王妃娘娘您 吴地帮王爷去 把队送迎一车 太医你王爷测飞乃是甲韵 你胡说八道 王爷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权定王爷微臣愿意性命贷保 侧卫娘娘绝对没有怀过身孕 你胡说你胡说王爷 啊 进进行哥哥 你来呢真的相信他的胡言乱语吗 本王给你自己个名字 说清楚 当你究竟的到底是谁 王爷你在说什么 我不懂 跟我 你到现在你还伤我 救本王是家怀孕是家 你白晚晚 你怎么如此恶毒 王爷你你怎么 啊 啊 这是凤九卿待在身边的玉佩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不是 不是这样 王爷 你听我解释 是凤九卿 是他 是他偷了我的玉佩 啊 啊 王爷一定是他偷了我的玉佩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还在撒谎 你真当本皇上 以而再的被你欺骗 王爷 你怎么能不相信我的 我们亲为中了 这么多年的情谊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想要相信 可你已经不知道我的相信了 你走吧 我以后不想再见到 我也 我也不要 不要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承认 我承认我是骗了你 但是都是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啊 我怕你知道了 是你的真相就不要我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们重新来嘛 你别走 你是不是要去找孔九卿 我必须 我必须去找他 放开 我不 你是我的 你永远是我的 你就是我的 白婉婉 你现在的一言一心 都让本王觉得恶心 我的 王爷你别走 你是不是要去找孔九卿 我求求你 我给你一天时间 明天之后 我希望你从王府离开 小姐行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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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姐行 我都已经离府了 她还想怎样 王妃娘娘 你害死是王爷的子 你离府就可以便离干二净 那可是一条人命 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闭嘴 真是你 白婉婉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我害的 是不是你害的 到现在有什么关系 爸 跟你说这些做什么 去 帮他上路吧 别过来 快跑 快跑 郁柏 你 快跑 快跑 绿罗 天默 真是真珠泡秦及ник 那王妃被走嗎 大蓝 王爷王爷饶命不费 竟然敢对王妃动 找他 月光 你继续做 你马上为你饶舍 跟我走 你不放开 你刚刚还派人追杀我 现在假新现在在做什么 他是侧妃的人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 难道你没有这个意思吗 你 唐宁 把绿罗走 是 你干什么 娘娘 绿罗受伤需要及时救治 但凡他有个三长两短 放心 他忠心护住 本王不会让他有事 至于你 小锦刑 你要发什么疯 原来是你 什么意思 跟我回去 你有病吧 赶紧走对的是你 现在又要让我回去 抱歉 姑奶奶累了 说不碰牌 小锦刑 你当我是什么 我只能来回到农村了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你给我关 都别动 这一派怎么在你那儿 给我 好人是 什么是我 这是 王的预备 什么你的预备 明明是 是你 你就是那个流氓 什么流氓 上次的事情是个意外 本王一直都在转 打住 我怎么那么倒霉 小锦刑 你就是这么跟我过不去吗 算了 就当我被狗咬了 既然我救过你 那你现在放我走 咱们两清了 好吗 事到如今 你觉得本王还会放在你吗 你想干什么 出事你放我下来 娘子 再乱动 本王不介意 跟你重温一个月前放手 你 无耻 还逃不逃了 还逃个屁 还逃得掉吗 你放我下来 我自己会走 小锦刑 你可想好了 你带我回去 若白测飞知道了 不要在本王面前提起他 不提就不提 把那么大火干什么呀 莫名其妙 小锦刑怎么了 难道跟白测飞吵架了 他亲自来找我回府 那是不是说明 他还是在意我 没想到 那个男人就是萧锦刑 那孩子的是 本王是你的男人 想看 就大大方方的 谁看你 你这边多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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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测飞 你这是用到哪处呢 清清哥哥 求求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再也不骗你了 求求你不要赶我走行吗 王爷 你竟然如此狠心 十八年的情意 你竟然抵不过你和这个贱人的陆水情缘 本王还想饶你 但你明晚不离派人追杀我 简直罪无可恕 来人 将策被送入大理寺里 依法处置 听说什么 你要处死我 怎么处置你 是大理寺的事 从今以后 你我恩断义绝 所以本王入府 小丁心 你回来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小丁心你回来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你的伤 娘娘不用担心 奴婢只是皮革伤 早就好了 而且我整日躺着 苦涂到散架了 对了娘娘 奴婢打听到白测飞的事了 听说白测飞一直在骗王爷 当初救王爷的灵命是您 测飞冒充了您 还假如来陷害你 这一切被王爷发现了 所以就 原来是这样 我说白白板当初 怎么会那么狠心 为了陷害我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 这样说的话 一切都说得通了 可不是吗 这白测飞真不是个好东西 要不是他从从作梗 你和王爷 只发早就勤飞和名了吧 别胡说八道 我对他可没这个意思 啊没意思 那你为什么要跟王爷回来啊 我我那不是被逼的吗 可是你行了 你别那么八卦了 你忙你的去吧 王爷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不能来 我 你别以为我跟你回来 就是原谅你了 但王妃 要怎么样才可以 你要做什么 紧张什么 我才没有紧张 我只是不喜欢和别的奶一提 这么近 本王 也算别的奶 小剑星 你下流 那我就再下流点 给王妃看 不要 你在害怕 我才没有害怕 我只是不方便 你是不是还在怪本我 之前的事 是我不对了 但是从今以后 王妃只对你一个女人好 这辈子 只娶你一个 如有违背 天的 你别说这些 心疼吗 我说八道 不行 小剑星 我现在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是不喜欢的吗 还是说 你心里别的奶 别胡说 我 我怀孕了 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 我骗你做什么 这个事情还能有假 太好 我要都逼了 我要都逼了 小剑星 你慢点 对对对 你现在怀着宝宝 是得小心一点 倒也不用这么小心 以后多注意一些就行 好 一切都听夫人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之前不是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吗 都是我的错 要是我那天能早点察觉出那个人是你 就不 行了 以前的事别说了 以后我们好好的就行 好 为父保证 对夫人 言听计算 好啊 那我累了 现在请王爷给我按摩吧 好 小剑星你干什么 父皇 边关战乱 萧锦星领兵出征 现在真是解决他的好时机 好 你有什么打算 父皇放心 儿臣已经命人铲除他在京中的余岛 擎贼先擎王 萧锦星虽然走了 但是他的王妃凤九卿还在府中 只要这个时候命人拿下凤九卿 到时候以此威胁他 不怕他不肯就范 好 兵不雪刃很好 不过 如此还不保险 要多派些人 在军中给他使绊子 就像当年他那双腿 不妨放心 儿臣这就交代下去 娘娘 娘娘快醒醒 怎么了 娘娘出事了 四皇子带兵 为了小王府 娘娘王爷不在 刘官哥让我们赶紧从地道离开 四皇子 他不要命了 他就不怕小姐行回来 你要别说了赶紧走吧 我都带一下 我帮我娘娘快跑 现在想逃 来不及了 我捉起来 你干 干嘛 娘娘 四皇子 你想干什么 你赶紧下饭上 莫主亲 小王锦芯现在不在 我看谁还护得了你 要不这样 你还是从了本皇子 或许本皇子心情好 可以饶你 呸 呸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百事梦 不走 本皇子有的是办法让你跪下来求本皇子 你得走 住手了 四皇子 你要的是我 你抓了我 帮了他们 呸 本皇子就是要让你亲眼看着他们一点点被折磨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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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锦芯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回来 萧锦芯 你的女人在我手上 还不束手就擒 萧锦芯 不用管我 赶紧杀了她 闭嘴 你给我闭嘴 四皇子 你现在放了王妃 本王还可以饶你 萧锦芯 现在立刻放我离开 要不然 我就杀了你的女人和你的孩子 你敢 都已经这样了 本王子有什么不敢 萧锦芯 王爷 你不用管我 我今天就算是死 也要拉着她一起死 好 不愧是本王的女人 本王现在就成全你 萧锦芯 你想清楚 这是你的女人 和你的孩子 一个女人孩子罢了 本王在 诸物皆有 进来 不愧是你萧锦芯 好 那就一起死吧 宝贝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其他人 四皇子谋反 朱君王 娄仲臣 本王平反 还朗朗天晴 儿子还不速速 输手就擒 阿姨 老子 肚子 怎么了 王爷 孩子 小姐行 我要生了 太医 宣太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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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 你 再有两一 王菲 坚持 坚持住 哎 我呀我呀我呀 哎呀 我们在里面生活 你们是难的不方便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让开 哎呀 滚 兄弟兄 这个王不能 生了 生了 恭喜王爷 是个小狮子 怎么敢 王妃 你怎么了 你来生个孩子试试 王爷王妃 小狮子来了 快给我看看 动作 好丑 不愁 本王与王妃的孩子 未来定是神中的风 得了吧 对了 萧姐 你名字想好了吗 不如就王妃来去 那不如就叫萧平安 愿他一生顺遂 平平安安 好 就叫萧平安 从今以后 我们一家三口 幸幸祝福 平平安安的永远在一起 我一生顺遥的旋律 是你之年 顺江之风水 拜拜